不需要电视机,也不需要电视盒子,就能在电脑上安装虚拟谷歌电视,虚拟安卓电视,还能在上面安装电视上常用的安卓应用,自己下载的APK也能安装,观看海量的电影电视剧,还能看电视直播,从此告别广告,实现观影自由。 首先我们来到谷歌安卓Studio的网址,网址我会放在视频说明栏或者评论区,往下拉,来到安卓Studio下载这边,目前安卓Studio支持 它是Windows系统,Mark系统,还有Linux系统,还有ChromeOS,几乎主流的操作系统它都支持 我这边以Windows系统为例,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点击下载,协议和条款往下拉,勾选我同意,点击下载 谷歌Studio的安装过程中,全程需要科学上网的环境,请确保你在整个安装过程当中,你的科学上网环境是稳定可靠的 下载完全,双击开始安装,点击下一步,Android Studio是必选项,所以这个勾是不能去掉的 然后我们要安装谷歌TV跟Android TV,这些是虚拟设备,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勾,一定要勾选上,点击下一步 这是它默认的安装路径,请确保在这个硬盘下面有足够的安装空间 点击下一步,这个保持默认,选择安装 安装结束,点击下一步,启动Android Studio,点击Finish 这边问你是否需要帮助Android Studio提高他们的产品,这个也就意味着你要,这也就意味着 Android Studio会发送一些信息给安卓,谷歌安卓,所以建议选择不要发送 这边开始了Android Studio的一个设置向导,点击下一步 如果你对Android Studio不是特别熟悉的话,我们建议大家都选择这个默认的标准安装,点击下一步 这些都保持默认,点击下一步 这边是准备安装的一些软件包的授权 我们必须接受这些条款,点击接受,完成 现在就是开始,再下载软件包 安装完成,点击Finish 然后我们选择这边的More Action 选择SDK Manager 这边我们要安装第一项和第三项 这个EXT的是一些扩展的功能,一般不需要 版本15,因为Android TV目前还不支持Android 16系统 谷歌TV是已经支持Android 16系统了 再会为了演示Android TV的安装,我就把这个15也选上 我们把14也选上吧 比方万一 然后点击OK 没问题,确认OK SDK安装结束,点击Finish 然后我们再来到这个More Action这边,点击 选择虚拟设备管理器Virtual Device Manager 允许 这边系统已经默认安装了一个电话的虚拟机 安卓电话的虚拟机 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我们来添加一个虚拟机,点击这边的加号 在种类这边,选择电视 这边有三个预制好的电视机模板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我选择1080P这个 点中 点击下一步 大家在这个右边这边可以看到OEM谷歌 表示这是一台虚拟谷歌电视的模板 我们给这个虚拟电视起一个名字 来到额外设置 Additional Settings 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设置 这边我没有摄像头 选择None 存储空间6GB我感觉有点小 可以改成16GB 扩展的存储器我不需要选择None CPU我选择4核 一般虚拟机的话4核 会有比较好的性能 图形加速我这边选择硬件 内存2GB OK 保持默认 其他的都保持默认 点击Finish 结束 这样我的一台谷歌电视的虚拟机就创建好了 点击这边右侧的三角形启动按键 这样我们就在桌面上看到了一台虚拟的电视机展现出来了 这边还在继续运转 看到这个谷歌电视的一个彩色图像出现的时候 就表示这个电视机已经在跑起来了 好的 大家看到这个界面的时候就表示电视机已经启动成功了 我们在进行设置谷歌电视之前 我们来把这个操作的界面简单介绍一下 这边右侧有一排常用的按键 第一个是电源键 就跟电视机的电源键功能是一样的 这边是声音加 声音减 截屏 放大 回退 这是Home键 这是Overview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彩单 点击这个三个点 它就弹出了一个遥控器的一个操作界面 这个上下左右箭头键跟遥控器上面的功能是一样的 中间这个圆点是确认键也就是OK键 也跟家里的遥控器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是回退 这边是Home 跟家里遥控器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设置键 把窗口挪过一点 这样方便大家观看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对这个谷歌电视进行一下设置 点击Setup谷歌TV 需要添加一个谷歌账号 当大家看到这个熟悉的界面的时候 就表示已经登录成功了 现在的界面是英文的 我们来把语言设置成中文 来到设置菜单 点击设置按钮 往下拉 来到系统 选择Language 拉到最后 选择简体中文 选择中国 然后点这边的Home键 这样整个界面就变成中文了 正常的安装APP跟你在家里的电视机上使用是一样的 来找到应用商店 然后选中你想要安装的应用 进行下载安装 这个我就不演示了 我就演示一下 如何安装我自己下载的APK文件 我的桌面上有一个我下载好的APK文件 是一个TVbox的APK 我直接选中这个APK文件 拖动到这个窗口当中 它就开始安装了 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我先把这个APK installer这个进度条 先把它关闭 不要点Cancel 我要点关闭 然后在更多墙行这边 点击仍然安装 这样大家在你的应用这边就看到了 刚才安装的APK软件已经显示出来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电视机的画面太小了 可以通过鼠标 要拉动它的四个角来进行放大 好,现在我们把谷歌电视关掉 我们来继续演示如何安装安卓TV 还是点击这边的加号 TV选择 选择1080P这一个 下一步 我们要点击这个AP2这边 选择稍微老一点的版本 安卓14 这边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安卓TV的镜像 展示出来了 这个我们还没有下载过 所以点击这边的 下载 点击Finish 然后我们给这个电视起一个名字 安卓TV 我就叫ATV吧 然后其他设置 跟刚才的差不多 16G 不需要 4核2G内存 硬件 好,Finish 这样我们的安卓TV 又已经添加完了 同样的 点击这边的三角启动符号 这样一个电视机的一个窗口也展示出来了 这就是熟悉的安卓电视的启动画面 好,启动完成了 系统已经预装了一些APP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边的加号 把它放在首页 这个操作和刚才的谷歌电视是一样的 我就不再赘述了 大家可以自行去摸索 通过我介绍的这个方法 大家可以不用花一分钱 实现了在电脑上看电视的自由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要一键三连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不定期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又实用的技术 我们下期再见